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今天分享一个男孩因为酷爱女装被欺负 最后勇敢做自己的故事 怪奇秀 用比利的话来说,她的母亲很迷人 儿时,他们常常可以畅聊一整晚 而父亲对她来说是个扫兴的存在 因为她常常和母亲吵架 再到后来,他们离婚了 比利留在母亲身边过了快乐的七年 不久前,比利因为母亲离开 不得不搬去父亲那边 虽然常常是孤身一人 但那些化妆品,连衣裙,假发 都很好地代替了母亲的存在 入学的第一天,她的打扮很潮 可同学们个个目光差异 俨然一副看笑话的模样 这让比利很挫败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带着恶意 至少八卦的金发妹不是 运动小哥也不是 这让比利的生活似乎好了一点 而对于来自父亲的关怀 她从来都是直接拒绝 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真的去了解比利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笑话 她常常带着三五人去嘲讽比利 不过比利也很厉害 常常怼着他们无话可说 到后来,比利天天齐装一服 因为这就是她最好的反击方式 就在她打扮成僵尸新娘的这天 学校的保守派坐不住了 他们用拳头伺候了比利 好在运动小哥及时赶到 这份来之不易的友谊 让比利很珍惜 慢慢的,她的心中 还滋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情感 她不知道的是 小哥只是想让她走出自己的世界 因为她所拥有的一切都很好 至少她是自由的 想干什么都可以 一段时间之后 小哥建议比利可以稍微低调一些 换上牛仔裤不化妆 那样她在学校也会好很多 改变的第一天 感觉还不错 但表面的和平又有什么用呢 这让比利越发意识到 做回自己的重要性 在体育课上 她因为看到同学健手的身材 而有了生理反应 在课后 同学以此为笑柄 就连为比利出头的小哥 也被牵连了进去 小花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直接称呼她俩为小情侣 这一回 小哥也甩开了比利的手 在她最伤心难过的时候 她最亲爱的母亲回来了 她终于要结束这种生活了 直到这时 比利才明白 原来 这个名为母亲的女人 从来不爱她 一直以来 都只是为了父亲口袋里的钱 这对比利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她一直以来 住在心里的精神支柱没了 她再也没有动力飞翔了 是楼下草坪里刺耳的笑声 惹怒了比利 她不想让笑花 赢得那么漂亮 她也要竞选 反笑日女王 蒲天盖地的新闻 让父亲不知所措 其实她不是不想亲近比利 只是比利总是很抗拒她的接触 是管家告诉她 不要放弃 其实比利这边筹备的还不错 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八卦金发吗 她是比利最大的支持者 是她用比利的魅力 挖掘了一大波支持者 他们同样也是处在边缘的人群 很快就到最激动人心的竞选当天 比利那一身美艳的造型 一出场就赢了 所有人都在为她欢呼 在最后的发表演讲上 笑花不断强调 反笑日女王应该是女生 走之前还不忘抹黑了比利一把 比利并没有在意那么多 她退去了所有的装束 用自己最真实的样貌 站在大家面前 比利说 每个人都是怪胎 因为那是隐藏在内心里 最真实的样子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每个人都收起怪胎属性的另一面 所以比利希望大家都能 爱自己所爱 走自己的路 比利的演讲结束 台下掌声雷动 虽然最后比利并没有得到 反笑日女王的称号 但她已经赢得了父亲的理解 影片的最后 比利还是坚持着自我 因为现在的她 已经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人最大的胜利 就是正是真实的自我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